尊敬的崔友們,大家好。這是文貴5月20號報平安的直播視頻。 從昨天到今天又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真的希望我發生了哪件事情,真的能讓崔友們知道,才能讓崔友們更多的了解事情的全部。 最近來我很大的困擾就是,崔友們看到我報平安的直播視頻上講到的事情, 有些因為沒辦法把信息連在一起,給你們更多的相關的信息。 所以才導致有些網友和崔友們發信息、發私信問我有關的事情。 事實上我在以前的視頻當中都說過,或者說在報了直播視頻當中,在說的當中, 前後呢因為因和果媒交代清楚,所以說有些導致了大家對這個事情的判斷前後的鏈接不是那麼好。 我盡量去做,但是實在是太多事情太多了,這個我沒辦法這麼細緻的,或者如何的把它連在一起。 但是我盡可能的把事情說的簡單,因為我牽扯的面太廣太大了。 這個每件事情都是有很多年,很多人,很多國家,很多勢力形成的。 這裡邊故事中有故事,人物中有人物。 我相信我們還有更多的時間,回過頭來,一一的我會找合適的方式和崔友們一起回答你們的問題。 未來我們的這個直播電視平臺整個平臺建好以後,會有變化形式。 同時也會增加回答崔友問題的這樣的形式。 然後會和更多的和崔友們有些交流。 不是我單方的在這裏說。 因為現在咱是報平安直播視頻,還不是我們現在的這個雙方交流的這麼一個電視節目。 希望大家能諒解。 昨天在紐約的時間下午的時候,也是大陸深夜的時候,有兩位朋友打電話。 講了很多關於昨天報平安視頻當中談到的人和事。 特別是我要談到香港的事情,他們特別希望我談一談。 因為他們的家人雖然都是政府官員,也退休了,他們的家人也在香港。 其中就談到了有沒有執法黑屋的存在的問題。 那麼接下來有很多很多香港的朋友都發來的信息。 我真的是很抱歉,香港的朋友。 你們實在是太多了,我真沒法看。 昨天我的眼睛看的都是,就是最後啥也都看不明白了。 我戴著眼睛看不明白。 就是WhatsApp裡邊,還有那個Weber裡邊,全部都滿了。 我看到最後的時候還剩兩千三百多條,兩千一百多條。 我沒辦法看完。 但是大部分我都知道了,你們經歷的事和你們關心的問題。 還有一些關鍵是和我有關係的事。 大家問的,我都大部分都看到了。 我一會兒再說。 在說之前,我先談一下昨天直播視頻當中談到的這個馬來西亞1MD劉龍佐的事情。 我聽說劉龍佐腦羞成怒,馬來西亞政府鬧火了,要對郭文貴開炮。 然後呢,有最起碼三個方面,跟我說,讓我閉嘴,別惹馬來西亞。 我在這兒,我向所有我打電話的幾位朋友,一個是官方的,兩個是代表私人的, 還有幾個是代表其他人的。 這幾個我再一一地再回答一下啊。 不要給郭文貴說什麼,你馬來西亞政府,你鬧火了,你不願意了。 這話跟郭文貴說的,你這都是沒半點意思。 我能喊你這個嗎? 你馬來西亞政府能嚇得住郭文貴嗎? 你那點窩囑的事情,你拿出來,你嚇唬誰去? 郭文貴這多少年被去過你馬來西亞。 我跟你馬來西亞半毛錢關係,沒有。 你龍龍龍說,是個什麼東西我都不知道。 你過去這三四年來,你和中國的盜國賊們,爭分奪秒,下作至極。 採取各種手段,你對付我。 你找了幾個國家領導人,你說你能幫助把郭文貴給抓回去。 給中國抓回去。 抓回去以後呢,你會得到什麼好處? 你幫人解決什麼好處。 我壓著就沒理過你,郭羅走。 我跟你啥關係啊? 你在美國坑蒙拐騙。 你在馬來西亞騙取老百姓的錢,騙幾百億美元。 我請問你,美國政府抓你。 為什麼抓你啊? 美國怎麼能不抓郭文貴呢? 美國政府抓你,你怎麼跑中國躲起來了呢? 在上海天天坐新郎,夜夜入洞吧。 中國政府跟你什麼毛錢關係啊? 你敢站著經濟前面說, 劉動作,你敢來美國嗎? 你敢回馬來西亞嗎? 你為什麼在中國上海躲著? 是誰看你說出來的真相啊? 我跟你劉動作,半毛錢關係沒有。 你現在,你一次次的對郭文貴要下手。 你在2015年、2016年,你多次給幾個國家, 你讓他們配合你。 說你欠他們的錢,只要我把郭文貴給弄回去, 你就可以在中國政府拿到錢。 中國政府為什麼要給你錢,讓你給這些國家呢? 我說這話都是有證據的。 劉動作,你能拿出了一個字,一個指,一句話, 你跟我有關係,還是我跟你什麼有來往? 你是拿著這個老實人欺負啊? 你咋不敢欺負別人去啊? 有領導說,讓我不要再談馬來西亞了。 我請問問你們,我什麼時候願意談你馬來西亞了? 是你馬來西亞完全是貪污腐敗,盜取國家。 你和我們國家的盜國賊們聯合在一起。 盜取了馬來西亞的國庫,盜取了我們中國的國庫。 以兩國關係綁架,綁架兩國的人民。 在香港做非法交易,在美國洗錢,在香港洗錢。 引起了美國政府的調查,你跟我半毛錢關係嗎? 然後你們聯合起來把郭文貴給消滅。 把郭文貴的一千多億資產你吞掉。 讓郭文貴的資產給你們還其他的中中國家這些錢。 就在我隔壁對面那個派克蘭酒店,也是你們洗錢的一個項目。 美國政府都公布了,你不敢惹美國政府,你對我郭文貴威脅。 你們這是什麼呀?連畜生都不如,你知道嗎? 我一個平民老百姓跟你半毛錢不認識。 你幾年來,你跑到中國去和中國的盜國賊們聯合一起, 想把郭文貴全家給滅了,把我的錢幫你還這個其他國家的借貸。 什麼道理?有天理嗎?你讓我閉嘴。你為什麼讓我閉嘴? 如果我說那假話,我成了他,你為什麼讓我閉嘴? 說不讓他馬來西亞。你馬來西亞幾年來對我一次次追殺, 陷害掘多資產,不讓我說馬來西亞。哪方的道理? 你們能不能把事情顛倒過來,給你們去想想,放在你們身上? 任何人,咱們出身之地的去想一想。 站在對方角度想一想。 你的女兒被給嚇成了抑鬱陣,你的老婆嚇成了心臟病, 都敗死不活,家人全被抓起來,父母哭瞎了眼, 父親坐在裡面以前不能動,全家在監獄裡, 員工在監獄裡實習自由,一千對一私產, 無數個人要掠奪,你讓我閉嘴,讓我聽你的,跟你相謝耳行, 相謝耳行就把我全家殺了,把錢給你們,用我的錢還你們盜過雷的賬。 中國政府不能把郭文貴抓過去,那說沒什麼,郭文貴沒犯罪啊, 我犯罪你怎麼抓不回去呢?你們不是說我殺人了嗎?殺了日本人嗎? 你們不是說我在中國犯了嚴重的罪行嗎? 你那陸坎扭著釘,你那王毅部長不是咬牙切齒嗎?不是翻了紅通嗎? 你不是有權力嗎?你們採取了多次國家行動到美國來, 從中央到地方,過去兩三年來,讓博訊給你們造謠,胡舒立造謠, 精神壓割,精神打擊,希望我崩潰,希望我跳樓自殺,希望我瘋掉, 希望我家就死掉,財產查封,現金查封,破壞我的合夥人,讓我的員工離開我, 目的,最終目的,你是愛國嗎?你是愛國呢?還是要執法? 你執法你怎麼這麼執法?你執的哪家的法?怎麼執法都把錢執到你家去? 我說你們是盜國賊,還沒說你是叛國賊呢?歷史會給社會審判的,你們是叛國賊。 和馬來西亞的關係,全世界都在盯著呢,劉羅佐,你這個小子,就你那點小尿性勁, 你還跟郭文貴挑戰,你不知道你死期已經進了,我告訴你, 你不知道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不知道各國政府是怎麼看著你們的, 你還威脅我,還不願意了,晚上還對我怎麼樣,我能跟你願意拉倒嗎? 我能讓你拉倒嗎?你過去幾年來,追殺,你寫的信,你跟對方的國家聯繫,我全都有。 你有個人到美國來給我見面呢?你躲在上海幹什麼呀?威脅郭文貴呢?你給我不拉倒,我能跟你拉倒嗎? 老天爺,我說我都不會跟你拉倒。我招你惹你了,就因為我的錢財,就因為我跟你舒服相識, 你以為你這個國家你控制了,我們的國家你控制了,你們兩個盜國賊一起控制世界。 你們一再就說,控制全世界,影響全世界。那是你做夢,你幻想,你不了解世界,那是你的無知。 你有兩個臭錢,你不知道怎麼回事呢?你。 昨天,一位老朋友說,馬來西亞的事情,是打開世界上國家腐敗, 叛國賊們,一個洗錢的一個系統,巨大的黑幕。 包括在香港的很多官員的參與,洗錢,轉錢,騙錢的黑幕。 大家可以拭目一看,不會很長時間,這些事情都會浮出水面。 所有推友們你們記錄,在很多人的有生之年,你們沒有看過一個真實的故事。 是多國的盜國賊們,多國的盜國賊們,綁架了國家,綁架了人民。 在全世界大面積的洗錢,故兇殺人,殺人滅口,燒殺搶掠,牽扯到多個的國家。 美國政府查出來的你流落者的事情,絕對不是你緊急洗錢的事情。 不要嚇唬那些膽子,嚇唬膽小的,殺一個抓幾個大家都怕了,是吧? 拿錢買幾個就算拉倒了。你在郭文貴是絕對不靈,郭文貴不吃你這一套。 我會天真嗎?34年前,多個人給我說和,說和的同時, 我們流落者到處遊說,要把郭文貴綁架過去抓回去。 你們是上面端著酒,下面肚著刀子。郭文貴還那麼天真嗎? 我天真了多少年了?讓我去愛國,然後你們去盜國。 讓我去這個中醫政府,你們就綁架政府。 讓我多納稅,你們就去把國稅的錢拿走。 讓我去建立兩國關係,然後你們本拿到的關係以後,你們跟著搞腐敗。 讓我為中國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接著你們就開始跟人家做交易。 我們這些真正的愛國者們,都成了被人家,真的是被人家欺騙, 被人家強奸和輪奸的天真的,還有說愛你的這些少女們。 現在動不動就跟我們講,讓我愛國。放我們一條生路。 我本來就因為我生路,我因為你放過生路嗎? 你要是有本質,不給我放生路,你不會給我生路的。 重點是什麼?權力的傲慢。權力不是你家的。 你的幻想是,你想控制著國家,你想殺誰就殺誰,想弄誰錢就弄誰錢。 郭文貴連死都不怕了。我還怕你這個嗎?我沒有希望,我沒有欲望在你身上。 說你給我許什麼我都不會在我。我今天在這跟你說實話,我早就放棄了對所有的幻想。 你把我的員工再關一百年,你把我家人再關一百年,郭文貴再求你們就不是個男人。 我妻子女兒回到中國以後,你把她再抓起來,我要在這兒再通知電話我就不是男人。 有點天理嗎?我跟你馬來西亞半毛錢關係沒有。 你這個整個你的國家政府,你這個劉羅佐,找到美國的公關公司,提供了一堆虛假證明,說了一堆的謊言, 要買通美國政府,買通美國總統,把我郭文貴壓到第三國去,然後用郭文貴的資產, 替你還你的幾百億美元的賬。然後你惱火了。我一說你惱火了,這天下還有道理嗎? 你強姦別人,人家發一點聲都不行,說成疼都不行。哪來得如此傲慢呢?有天理嗎? 郭文貴還沒開口呢?我開口你們是,防倒顧他。你們幹的事情防倒顧他。不僅是中國人民上街,你們可以試試。 從昨天到現在,一個接一個危險。所有人都認為郭文貴就閉嘴就對了。憑啥讓我閉嘴呀?誰讓我張開個嘴呀? 不是你們讓我張開個嘴嗎?郭文貴今天閉嘴了,你們還會閉嘴多少個郭文貴呀? 你們好好看看這兩天退休老兵給我發了一個信息,退休老兵絕對是你們的噩夢之一。 中國正在運用了無數個郭文貴,馬來西亞這樣的地方運用了無數個郭文貴。 很多國家被你們這些盜國賊們,盜國計劃們,這些人民,壓迫的人民,都在醞釀著無數個郭文貴。 你們以為在美國找個拉筆公司,拿幾百萬美元,找幾個殺手,買通幾個所謂的公關人士,前政府官員,就能把郭文貴給弄死啊? 幻想是吧?這不是中國,這不是你馬來西亞,這不是你橫行的,你可以在哪個,中東那往些國家你想幹嘛就幹嘛的。 任何人談論郭文貴的時候,我都希望你們把郭文貴的事情放在你自己身上你想要怎麼辦。 昨天的中國這位前中央這個常委,我問他一句話,如果你對面你老婆,你的女兒被這個樣子,你告訴我你怎麼做,不吱聲啊? 你們能不能站在主席臺上說話,撒謊的事,別對郭文貴說啊? 你們在主席臺天天騙了,被人騙了一輩子了,沒有一個主席臺下面敢問你們一句話,你能做到嗎?你主席臺講的話,你讓管人,你不讓做生意,讓人民終身奉獻國家,不要爹,不要娘,不要老丈人,不要老丈的娘,不要兒子,不要婚姨,只要黨中央,你能做到嗎? 你們一生都沒做到,相反,你們跟爹來娘,無數個老丈母娘,你們不再睡人家閨女,你還睡人家老丈母娘,騙了人民,然後讓人民守身如玉,甚至出家當核桑,離死把屍體把肝,肾都得給你捐了,不捐就給你來個槍斃,強行捐了。 我說現在還撒謊呢?讓郭文貴閉嘴,你不問問誰讓郭文貴開嘴呀?誰讓郭文貴開嘴呀?郭文貴最恨的就是現在做的事情,站在鏡頭前,坐在鏡頭前。我對權力,名,錢,不感興趣。 是你們一直一個個的人,傅政華,政法委,中紀委,一個個的流氓計劃,盜國賊,要把全家給弄死,要把我的錢全給搶走。 那劉志華是為什麼?把我的樓給搶走,連個招數都不打,就給了,要給潘石屹,要給那個什麼首創,要給他女朋友。 結果劉志華復法了,郭文貴成罪人了,全社會喊打,為什麼? 觸動著你們的利益計劃嗎?現在我這有資產了,還是不放過去,不但要報仇,還要把資產搶走。 你們權力的傲慢吶,首先要把全家給滅了吧,現在讓我們全家人生不如死啊。 這領導不說話了,你女兒當行長,你兒子弄了國家幾千億。 你們坐著七八七飛機,你們坐著七三七飛機,你們坐著萬六飛機,想幹啥幹啥? 一飛機一飛機,先進往外拉。你們養著五六個情人,十幾個師生子。 我們招勢惹誰了?查我們兩三年,郭文貴犯什麼罪了?查這個強姦女員工,告我呀! 我跟馬列夫部長行徽收費,行徽收費告我呀! 幹嘛錄那視頻呢?中共法律有這視頻嗎?培養了國訓這樣的事情。 昨天韋石看了我這個電視公告以後,我很高興,跟我發信息。 第一次啊,我看到了韋石啊。韋石先生,腦囂成怒啊! 然後說,你對我的家人,那我絕不放過你,嗷嗷叫的。 我聽了這個,我特別高興。我終於看到了我的對手,他的因為家人而痛苦。 我不是變態,我非常開心。我找到了你的痛點了。 你家裡不是讓你痛嗎?我也會學你的合夥人,盜國賊妹一樣。 這次你在香港不領的任務了嗎?你不是昨天跟我說了嗎? 說,各位,看看咱倆誰先進去。對了,看看咱倆誰先進去。 下一步,你的幾個弟弟和你家人的事情,你看我會怎麼弄,韋石啊。 你看著,只要你又痛楚,好辦。看看誰先進去。韋石啊。 你實際上,你在香港接任務,還有你這種幻想症。 你跟這盜國賊們,跟這些流氓們,你們像同胞兄弟。 對自己的作惡和行為,能有充分的理由來解釋。 對別人的善良,對別人的真誠,你們可以找出一萬點理由去傷害。 這就是盜國賊們,流氓們的共同的特點。 看看我們主席團做的那些人,滔滔不絕,把瞎話當真話書。 要求別人做的事情,他自己零都做不到,而相反去做。 韋石先生,你昨天給我發的WhatsApp,讓我高興的。 今天早上說實話,我睡過了。7點11才醒,屁股尿流是趕快坐在這。 睡得太好了,因為我看到了我的對手,為家人而痛苦。 我讓你嘗嘗我的家人的痛苦的味道。 郭文貴從爆料到今天,我說過,我只報跟我相關的事,和我知道的事,否則本人不報。 馬來西亞我沒招你,沒惹你,我跟你啥關係? 有領導說,你跟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跟你啥關係? 領導,我請問問你,我恰恰跟馬來西亞沒關係,他為什麼要弄死我? 你讓我閉嘴,你問問馬來西亞,我會不會招你惹你了? 馬來西亞這裡上,咱們走著看。 留著者,記住,郭文貴在這兒等著你了,你不來找我,我一定會去找你。 咱們拭目以待。接下來我說香港有沒有黑屋的問題? 我說的事情跟我有關係的,為什麼有關係? 香港政府跟盜國賊們一次一次的創通在一起。 在香港執法,強行收回建行,香港分行,所有關於我南灣的, 我買房子的合同款是8.8億港幣,實際是12億港幣。 建行的我一個,分行的這個建銀亞洲的一個朋友找我, 要合我做業務,讓我給面子,帶了3億港幣。 在這種情況下,我帶了3億港幣,2015年我全家被抓苦以後, 建銀亞洲強令的將提前收回貸款。 在收回貸款的同時,找了香港的碧馬溫,就開始按照香港的法律收回南灣的房子。 如果當時我是竄逃跑沒錢,我的房子就3億港幣已經收走了。 誰配合的?建銀亞洲配合的,碧馬溫配合的。 我是不是兵馬溫不知道,這家的財務收集公司。 香港政府配合的。接下來,香港的媒體就大肆地報導郭文貴。 胡舒立的文章和香港的文章同時出來。 把郭文貴形容成了魔鬼。大街小巷。 配合了所有的這些盜國賊們,實行他們的第三步。 毀掉我的名聲,毀掉我的關係。 然後私下裡邊找我的合作者。 然後威脅他們,讓他們跟我停止合作。 提供虛假所謂的口供。 最重要的事情,在這一次次的過去的這種詢問、拷打當中。 把我的律師還有員工在大陸,家人被邊控,朋友邊控。 還有把律師給邊控。 就連一個簡簡單單的一個司機,我們一個出租公司的司機。 這個司機在香港叫彭格,2015年6月29日被在深圳接我們的員工的時候被抓起來。 戴上這個頭照,關了四天。 然後押送到北京。 到了北京,給扔在了網路上。 啊。 香港政府不知道嗎?人家都報案了,你不管。 是吧。 我香港的這個2016年12月16日, David Lo,律師事務所。 是我們的基金,我的合夥人,我都沒見過人家。 在大陸被扣數週。 讓他配合大陸辦案。 製造虛假證據。 史蒂文華律師事務所。 勞律師。 鄭律師。 阿里卡鄭。 是我十幾年的律師。 勞律師在大陸最起碼是幾個月。 在五、六個月吧。 在這七、五、七換來。 人家也報案了。 後來,專案主到香港去, 多次這個調查證益時, 當面約談。 律師事務所被多個駭客攻擊。 我的其他幾個員工, 現在他們因為個人的要求, 暫時不想公布他們的信息。 在大陸被抓。 打成半死。 在香港被關在火灘。 在香港被人家戴符罩押走。 以大陸的親人作為威脅。 多次被詢問。 六、七個專案人員。 我公司的高管, 在週連辦的安排下。 在老酒店約, 進行人身攻擊和威脅。 到現在不敢回答我。 說到這的時候, 我想知道啊。 這個項目大家都知道。 凱旋門。 凱旋門大概有六十多戶。 大陸的買家。 其中就包括了, 馬健副部長手下。 專門,大家不要忘了。 當年馬健副部長作為常務部長, 是管香港澳臺的。 他的管理範圍就包括這個。 他每次到香港去, 都是港保接待。 他的下屬最起碼幾十次到香港、澳門。 包括有時間他們到台灣去。 接待。 用的車輛是我們的。 我們是給他們提供了幫助的。 而且他們幹什麼, 我們是都在旁邊看得著的。 港保的人是很清楚的。 在這個凱旋門裡邊, 最起碼不像二十次搜查房間、保險櫃, 拿走金銀食品, 拿走他們的房子的文件, 拿走他們保險櫃裡的資料。 包括房間裡大量的現金。 這個還沒有交代的項目, 還沒有交路火的項目。 旁邊還有四個項目, 沒打出來。 是大陸很多當官, 和有這些被抓的當官買的房子。 誰去查鋒的? 誰把資產給過負到別人名下的? 包括馬建副部長在太古城, 所謂我買那兩套房子, 誰進去查鋒的? 在從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八年開始, 我看到他們啊, 到二零一零年的其中的五月份, 我看到他們在香港的執法隊, 布下簽字執法, 到各大銀行調取銀行信息。 到香港政府部門調取房產信息。 到香港多個地方去開門, 搜查房間東西, 將房間東西移走, 房間的物品文件移走。 然後將千套的房子, 過負到他們的所謂的調查組的名下。 拿一車一車的蠟燭, 自畫珠寶, 銘酒, 鑽石, 手錶, 這些事情香港政府不知道嗎? 香港警察不知道嗎? 這還符合香港基本法嗎? 香港二十三條還沒過呢? 香港立法會委員, 建制派難道不知道嗎? 你們威脅郭文貴, 頭一段時間, 香港政府去查所謂的, 那跟我辦點兒關係, 法律上沒有, 沒關係。 南灣二十號的房子, 郭文貴的房子所謂的, 一次次的去威脅我們, 說我們這個違建, 香港誰不違建, 有幾個不違建的, 違建有法律, 你們對郭文貴要下狠手, 要沒收, 這是你香港政府要做的嗎? 你當然是受這些人背後操作了, 香港的一個富豪的家人犯了罪, 大陸的一個政治局委員, 約了香港的政府官員, 讓他將這個家人放回去, 最終放了, 是香港的驚天大案, 某個香港家的富豪在大陸, 因吸毒過分, 被抓了幾公斤的毒品, 最後, 中央的其中一個政治局委員, 馬上打電話, 放開, 到香港以後, 香港警察調查, 他又親自打電話, 放開, 其中一個香港的富豪, 在深圳的這個包養的二代, 其中又找了一個處女, 因為打架, 差點把這個女孩給打死, 差幾十個人在一起要火拼的時候, 中央領導打電話, 把他們給放了, 而且要求香港警察, 所有這個香港報案的資料, 必須效果。 我想知道的事情, 郭文貴也沒召議香港政府, 香港什麼, 你就聽了盜國賊的話, 你要一次次的把郭文貴的財產給扭掉走, 給沒收, 全香港人拍拍良心窩子, 你們在香港長大了, 香港多少人有潛艦? 香港的這些, 這很多富豪們, 是和大陸的官員什麼關係? 我和馬劍副部長在一起的時候, 他告訴了我態度關於香港的真相, 大家不要忘了, 我知道比你們想像多得多, 對香港的政策很簡單, 對待富豪, 官員, 就是掌握他的黑材料, 叫什麼? 叫貪控, 就用他們的貪來控制他們, 用他們的醜聞控制他們, 多少人在大陸做生意? 你沒腐敗, 沒有非法交易, 第二, 叫做什麼? 色控, 什麼叫色控? 就是香港的多少人, 在東莞, 玩處女, 包處女, 跟這些, 所有的這些大陸人, 玩明星, 上船, 賭博, 就用這個賭博和女色, 叫色控, 掌握他們的黑材料, 對這些官員, 警察, 特別是建制派這些議員們, 還有其他議員們, 實行色控, 對富豪實行貪控, 也就是錢控, 第三個事情, 就是所有的人在香港, 讓這些官二代, 包括官二男, 官三男, 跟這些富豪, 名人, 官員, 形成共同的交易和利益, 這叫什麼? 錢控, 這是政策, 最後一招, 摻沙子, 摻什麼摻沙子? 把大陸的很多議員派到香港去, 這就為什麼在香港現在的媒體上, 只要說郭文貴, 下邊五毛就罵得要死, 沒有人認識郭文貴吧? 你見過郭文貴嗎? 按照大陸的官方的謠言, 就使勁造我的羊, 一片罵聲, 這不都是摻沙子的人幹的事嗎? 就是香港我們叫七毛嗎? 比大陸外表貴兩毛, 這七毛嗎? 造謠不現嗎? 香港的房產抬高價格, 香港的金融機構金融, 在大陸做生意, 都成為了綁架的目的, 這也叫摻沙子。 香港的媒體界, 非常清楚的, 這是找制定政策, 不管是控制老闆, 還是經濟控制, 必須全盤控制。 在香港完全實施, 捂住你的嘴, 蒙住你的眼睛, 塞上你的耳朵, 這是政策, 大家都心知肚明。 全香港七百萬人, 誰敢站住來說一句實話, 說一句真話。 被錢控的, 被色控的, 被利益控制的, 被醜聞控制的。 官員們, 建制派的議員們, 商人們, 被摻沙子的人們, 大家醒醒吧。 十年前, 制定的政策的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 這麼多官員, 你們為香港做了什麼? 你們心裡有數, 香港即將變為臭港, 香港已經變成了洗錢之都。 劉榮佐為什麼在香港什麼都敢做? 因為那個地方盜國賊可以控制。 洗錢之都, 犯罪之都, 成了過去的香港, 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和動力。 我們從小聽到鄧立軍的歌曲, 穿著港山, 穿著香港的喇叭褲, 帶著香港的電子條長大了。 那是一個現代文明與國際借軌的平台。 現在的香港, 雅然要成為吸大陸十四億人民的鮮血, 洗錢的勝利。 它不叫金融之都, 它叫洗錢之都。 鑽洗這些, 把這個血管插到老百姓肝上的, 這些盜國賊的錢的制度。 誰不知道啊? 吸收了十四億人民的血汗錢, 再綁架了香港的這些官員和所謂的立法會委員。 然後每天都說, 香港的最大問題, 是香港, 是英國政府留下了一個三權秉立的體制。 叫做立法會, 偉大不掉。 立法這個不能阻擋, 行政弱勢, 這是香港的毛病。 我看了多少香港的高官, 立法委員, 跟這個中共當官, 真就差跪下給人家舔屁股寄鞋帶了。 見了中共的高官, 無不聲討啊, 就是聲討香港這些立法會委員啊, 長毛啊, 黎智英啊, 徒錦森啊, 都該死啊。 然後覺得, 共產黨就得要來香港來統治, 一黨說了專政, 說了算才好。 趕快弄二十三條。 你們這種賣港求榮, 瞪眼說瞎話, 比他盜國賊們, 只有過之沒有不及。 千萬別忘了, 你賣掉的是你的子宮, 你將賣掉的是你的未來。 每個都拉幾條啊。 那些今天, 今天我看著香港, 我沒有一天不看香港台的, 新聞台的。 我看著你們那些, 在瞪眼說瞎話的, 真的發展太快了。 你們比那道國賊人的發展得還快啊。 2008年, 盤古是一個受到香港多個人, 高度關注吃飯聚集的地方。 我看到你們那些嘴臉, 我真難受啊。 一位中央領導, 意味深長的給我說, 他說文貴, 我看著這些香港的這些, 當年我們尊重的富豪們, 帶著家人來, 要個政協委員, 人大代表, 拎著錢財, 做著私人追擊, 天天晚上也串好幾個場子, 也是一大杯一大杯的喝白酒。 然後呢, 領著小姐, 領著香港明星。 領導說, 這樣下去, 香港就完了。 說香港現在, 香港這些名流們, 比大陸的人還會公關。 大陸的官員, 最喜歡腐敗就和香港的官員, 和香港的商人。 這位領導說的是, 實實在的, 他是發內心人性的話。 但是他說, 作為我領導這個義務上, 這對咱不是壞事, 可以統治香港。 香港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大家很清楚, 在潛水灣, 銅鑼灣, 在黃金海岸, 幾個進出口海關碼頭, 大家現在看到什麼文化? 是由於官方的宣傳, 製造了大陸和香港同胞的這種矛盾, 社群矛盾。 這種社群矛盾, 導致了利益矛盾。 香港人民, 房子越來越貴, 港幣越來越不值錢, 生活水平越來越差。 然後又刻意地安排了, 大陸和香港民間的衝突和矛盾。 然後就有人混水摸魚。 然後香港的政府建制派官員, 議員和行政官員, 立法部門, 高層腐敗。 香港的大海, 很快將流滿先驅, 很怨恨。 香港的好幾個官員同兩天威脅我, 通過關係。 我們不想跟你郭文貴作對, 你也別再提香港。 我告訴你, 你錯了。 是你先惹我的, 是你一次次配合的盜國賊, 想奪取我南灣的房子。 是你們一次次抓取我的員工, 是你一次次在香港非法的那些辦案人員。 你們審訊我的員工。 華盛大樓裡邊的這個多少辦案人員? 火灘有多少個辦案地點? 銅鑼灣有多少辦案地點? 四季酒店裡邊有多少個辦案的房間? 九龍飯店裡邊有多少辦案的房間? 你以為真的是香港老百姓不知道嗎? 你能封得住郭文貴嘴嗎? 現在也學會跟那些盜國賊們一起, 叫人們捂住嘴、捂住眼睛, 塞上耳朵嗎? 我告訴你這位官員, 雖然我們認識了一、二十年了, 雖然你是確實是很善意地跟我說, 我也希望你問問, 沒有要良心給你自己。 如果你被招郭文貴這種代理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我真沒開始了。 香港的料開始, 是我第二季, 第一季, 第二季不大戰話, 第二季第一季, 我第一季的第七季播完, 第二季就播香港。 我保證讓香港, 全香港人民, 第一季, 撤驗然年。 他們絕不敢相信, 他們所過去經歷的看到的是為什麼。 那個真相, 絕對是驚天地地為神的。 我到第三季的時候, 就是報台灣, 第三季就報台灣的事情。 我再次向各位官員, 還有我的各個老領導們說, 你們讓郭文貴閉嘴可以, 你們這讓這個國家好可以, 首先讓我看到, 你真的是為國家好, 而你不是為某幾個盜國賊和貪官服, 讓郭文貴閉嘴。 如果你真為了國家好, 和為了你真正人民的領導好, 你應該給郭文貴一個交代, 公平的交代。 公平的交代就是考慮郭文貴這幾年, 受到這種不公平的待遇。 多次生命家人遇到了威脅。 你沒有看到我的妻子女兒, 沒看到我的爹媽, 沒看到我的員工和員工的家人, 受到的待遇。 和你們一次次對我的追殺。 香港對我的追殺。 香港找黑社會對我的追殺。 馬來西亞跟我沒關係追殺。 拿我的錢去找別人弄死我。 還讓我閉嘴不說話。 事出有因有果啊。 為啥報黃燕呢? 黃燕在我們盤普這個事情上, 一直和這些人在一起想毀掉我呀。 我跟劉志華一起算就毀掉我呀。 潘瑞亞包潘石屹啊。 我跟他當事人啊, 當時他也要奪起盤普的項目啊。 我有錯嗎? 你小孩兒不想當年想奪起盤普, 我幹嘛今天說你啊? 你環兒當年跟劉志華一起, 把盤普項目給那個手刷, 我幹嘛說你啊? 所以我說嘛, 我爆料紙報跟我有關係的人和事兒。 我用以身經歷, 親身經歷說話, 不是道聽途說。 我歡迎你給我挑戰, 歡迎你給我對峙。 中央的一位非常地重要的領導, 跟某個國家說, 郭文貴手裡掌握的資料, 一半真一半假。 我們要把資料拿回來, 資料拿回來, 我們可以給你幾百個億美元。 這個國家在中國存的幾百億美元, 可以馬上補給你們。 而且, 所有這幾個上簽一名, 馬上簽。 這位國家的朋友, 當上就告訴他說, 第一, 郭文貴給我們國家沒有任何利益, 但是他是我們的朋友, 不會因為你們幾百億美元和你們這個項目, 我們把郭文貴幫你給綁架回來。 那你們為啥不去做呀? 你們能做為啥不去做呀? 這位領導說, 我們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沒做到。 因為這個, 他確實在大陸, 法律上, 現在找出罪行, 希望你們做。 這話能說得出來。 這個國家領導人給我說, 你們這個國家的領導人, 真的腦袋有問題了。 什麼招沒用啊? 什麼招沒用啊? 什麼流氓下散來招沒用啊? 我菲律甸的一位朋友突然打電話說, 文貴, 我接受了接待北京的幾個官員, 從頭到尾都是談你郭文貴。 喝完酒以後就說什麼? 說誰能把郭文貴給回來, 馬上給你投幾十億美元。 後來一再的給這些人說, 郭文貴那大樓多厲害多厲害, 多高級多高級, 你們要做這樓屬於你們的吧? 盜國賊們用郭文貴的資產和錢和命, 和全家人全部員工的命和自由, 想把郭文貴滅了。 然後你還要分一杯燈。 找香港政府, 找香港推車位, 把郭文貴資產給剁走, 毀掉我的合作關係。 到中東某些國家去, 毀掉我的關係。 讓這個劉龍左, 去拿著我的資產, 去還人家的錢。 錢一下有這樣道理嗎? 讓郭文貴閉嘴不說了? 你為啥不讓我說了? 我說了一半真一半假, 你幹嘛讓我不說? 你抓我呀! 判我呀! 你告我呀! 一半真一半假, 那你把這個假的證實給我看看啊! 幾年前, 文貴沒想過在這兒。 我再告訴你們, 半年以後, 郭文貴的事兒, 我的計劃我不想幹啊! 我到現在不去那兒幹不幹。 咱可以看看郭文貴能幹什麼事兒。 我說過在這兒, 我郭文貴報的票, 千人之一意外沒拿出來。 千人之一我是謙虛的。 我到澳大利亞的工作小組, 我的日本的工作小組, 新加坡的工作小組, 香港的工作小組, 加拿大的工作小組, 英國的工作小組。 我一天花這麼多錢, 24小時運作。 我就這麼簡單嗎? 給我個蘿蔔, 給我個麵包, 就把我嘴塞住了。 你們過去對我全家的追殺, 對我這資產的傾越, 傾濁。 這邊給我談著, 那邊給我下刀子。 郭文貴還有能有幻想嗎? 可能嗎? 我郭文貴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一天做。 我留下最後的一點點希望, 希望我接下來的行動, 不傷害這個國家, 不傷害習近平, 不傷害中國人民同胞。 但是, 我的仇不讓我報, 真相不讓水落石出, 我的家人員工和我本人不安全, 絕對不可能和你做任何交易。 所有的這些朋友, 包括上海這位領導, 你說我說了你腐敗, 說你貪, 你非常不高興, 因為我, 你真貪, 我親自上你家去兩三次, 看著中國最牛叉的畫家, 給你畫了一個十幾米寬的畫, 拿著五十萬美金, 你就給你家收下來了。 你連看都沒看, 打開幫你看一下, 啊,好,放那兒吧。 當時你是國家最高首長之一啊。 我見著你他, 我看著你的兒子女兒在海外存多少錢了。 我手裡的所有的銀行的流水單, 就這已經受過了有關政府部門鑑定認可的。 昨天, 我和這個美國那家媒體, 坐著談的時候, 他跟我講了很多他了解的中國情報, 我目瞪口白, 很簡單, 包括馬來西亞流浪者的時間, 這些人的調查超過了郭文貴, 很多方面超過了郭文貴, 我知道, 但我沒證據, 但人家有證據。 這個國家有多麼的偉大, 記者可以獨立的, 在社會上合法的調查, 腐敗, 違法, 犯罪, 而且他們是那麼的敬業。 其中調查到一個姓洪的先生, 姓洪的先生, 這麼大的一個背景, 手裡控制了這麼多的資產的時候, 我非常是驚訝, 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我知道他是誰的家人, 神秘的人物, 但是他找了那麼多, 我太認了, 跟美國最大的經濟公司有合作, 跟海航有關係, 在海外有巨大的資產, 其中一個領導有一百多套房子, 他竟然查出二十多套, 這個國家有多麼的偉大, 這樣的國家才有公平, 大家才有尊嚴, 而且他們沒有一分錢利益, 家人也沒被綁架, 他們報導了一個又一個的世界巨大的貪案, 人們不會忘記他們, 他們給世界帶來的公平, 他們給世界帶來的正義, 他昨天告訴我, 他們的這個單位, 現在抽出了十幾個人, 告訴他說, 就要跟著郭文貴下去, 一致跟到底, 多少官員, 中國政府官方當專業跟他說, 大使找的時候, 只要你不報導, 馬上給你們這投十億美元, 二十億美元,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被收買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妥協, 都是骯髒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大毛鼠坑裡的區域啊, 可以游泳啊, 不就是三萬多天啊, 我們都活了一萬多天啊, 大不了就一死嘛, 還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的妻子女兒已經半長命沒了, 再活到哪去啊? 要想郭文貴說話雙話, 你得先說話雙話, 我已經被騙了, 黏了, 讓我做什麼之前, 先問問我為什麼做了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為你做這個事情? 我所有承擇我都是兌現作業的, 我沒有打破過一次, 我向所有人承擇的事情, 但是, 這取決於你們怎麼對待郭文貴, 對待我的員工和家人, 還想這邊緩兵直進, 那邊動刀子拿槍, 採取各種黑白兩道, 收買, 我可以告訴你們, 沒有任何人, 會跟你們盜國賊們, 真心真意交朋友的, 你們在利用別人的時候, 就像你利用俄訓的時候, 韋石的時候, 他們也在利用你們, 任何人答應你們的交易, 那也是在騙你們, 你們的錢都是髒的來的, 這些人騙你錢的時候, 還有一個正義的安慰自己的理由, 因為你的錢是髒的, 騙多少都可以, 其中找到一個拉比印公關遊說公司, 就告訴我說, 他們的錢都是髒的, 我們多騙點無所謂, 你就知道就行了。 一個前政府高官, 美國政府高官告訴我說, 中國政府, 某些人找了他, 都做了什麼事, 他說我們收費, 收最高的費用, 他說你放心, 什麼都不會做的。 不要萬象天真, 不要以為你做了擦安接上, 你向指揮中國人員, 中國人當豬狗, 中國人嚇得半死, 警察一出現大家都跑, 把那些屁股老兵給砸哈下, 把拿他們女兒孩子做威脅, 泛雅的人就開始給他們, 不行的抓他老爹老媽, 都害怕, 這國際上不是你們說了算, 不是你王毅在那塊兒說了瞎話, 路上扭扭定, 全人類都相信了, 不存在這問題, 全世界不到中國做生意的人, 還是絕大多數, 我再一次說, 我沒有想跟香港和馬來西亞或不去, 包括台灣, 是你們利用他們, 要弄死郭文貴, 我必須得套個公平公正的說法, 我不可能在這事上放棄妥協, 我答應的事情, 我就會做到, 除此之外, 任何事情我不會停止, 咱可以拭目以待, 我必須向這個領導證明你看, 郭文貴的一半真一半假, 怎麼真怎麼假, 哎呀, 我本來以為到今年七月份, 才能看到我的對手, 像昨天國訓的韋石先生一樣, 這種痛苦, 腦敲程度, 好, 你感受到了你家人的痛苦, 你想想韋石先生, 你過去幾年來, 你在謠言禍中, 你把我郭文貴形成那樣, 我的家人是怎麼痛苦的, 我是怎麼一夜之間, 讓你和胡舒立, 把我賠掉了幾十億美元的, 我會讓所有的, 讓我家人痛苦的人, 我會讓你們的家人嘗嘗這種滋味, 我揭發你們一個個的師生子, 和你們的情人, 和你們的腐敗, 等到那一天, 中國人民看清楚你們的時候, 我會公布你們所有的, 讓家人看了無法生存的, 這些醜聞的視頻和證據, 看清你們的嘴臉。 我在此呢, 對昨天另外一位朋友, 這個勸告, 表示感謝。 這位朋友說, 郭文貴, 怎麼樣? 那位楊建立先生, 呼籲到白宮請願, 兩三天了, 不過才八九千。 怎麼樣? 也就支持你實際者, 也就八九千。 我給這位朋友說呀, 我說你這種, 幸災惡禍, 和你這種無知的行為, 就是我們國家的盜國子裡面, 一貫的毛病。 雖然你不是壞蛋, 但你跟他們有通病, 坐緊關天, 自以為是。 你們用駭客, 連白宮的網站都給駭了, 篡改很多人的, 對我推特的關注。 昨天一天, 有無數個網友發了信息, 推特關注被取消, 手機不能用, 電腦被黑。 我昨天, 就在直播的, 那一分鐘內, 這個屋裡邊, 這個樓的網又被斷了, 現在也被斷了, 但是你能斷的量嗎? 我現在不照樣直播嗎? 這個白宮網被你們給害灘, 這些事兒都有人給你們算帳。 推友們, 既然楊建立先生發起了, 這個簽名活動, 他實際結果, 對咱沒有多大幫助, 但我們一定要到國內看到, 我們要去簽名。 一定呼籲大家, 拜託一定去簽名。 這是一。 第二個, 這位朋友說, 怎麼樣, 國內沒有什麼, 還很多人看不到, 我做了個調查, 我在福建, 還有蒙古, 選了100個人做了個了解, 20%的人知道你吧, 其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是誰。 中國20%就兩三億人口了。 我不相信兩三億人口知道的事情, 未來剩下的那10億人口不知道。 我只希望2018年5月份以前, 中國一半人口知道我郭文貴做了什麼, 要做什麼。 如果按您這個調查, 香港已經提前實現了問題了。 還有, 昨天, 香港的多個朋友, 對我的勸告, 警告, 我再次說明, 郭文貴要走這條路, 是誰也擋問題, 我一定會走下去的。 我最感激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香港, 我第一次出國, 到日本途徑回來香港, 我的投資者來自於香港, 香港交給了我吃飯, 穿衣服, 交給了我很多怎麼做人, 我走向國際是從香港開始的, 我說我愛香港, 沒有多少人懂,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還有我家人知道, 我真的愛香港, 然後我就愛美國。 後來我到了美國, 是美國讓我看到了, 梳立了正確的世界觀, 讓我對政治, 國際, 人權, 法治, 自由, 和互相尊重, 合法做事, 誠實做人, 我在美國學到了, 在我生命到現在, 美國人沒跟我說過一次不, 我的簽證, 我的家人的簽證, 我做生意, 到現在美國沒跟我說過一次不, 我深愛這個國家, 這是為什麼我發動搞趕美節, 我愛香港, 未來我們會在香港搞個趕港節, 我可以為美國, 為香港, 放棄一切。 我郭文貴說的, 希望所有技術, 由未來的事實和行動, 看我過去這些年的經歷, 來對照我的言語和行為, 是否符合, 是否是事實。 我不在乎任何人怎麼評價我, 我也不在乎誰怎麼看我, 我對政治沒有需求, 我對民為需求, 我對立為需求, 我只在乎, 我自己應該應有的公正, 和家人緣故應有的公正, 和對事情的真相, 還有, 我活到今天, 我之所以已經不在乎生死, 我得到的已經足夠足夠, 我認為我有, 上天賦予我的使命, 我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我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我的妻子女兒這兩天, 剛來, 我還沒有給她們生產, 但是他們很擔心很關心, 已經被下班死了, 我讓他們恢復以後, 我可以給他們生產, 我這條路是要走下去, 我要感恩美國, 感恩香港, 感恩我的主, 感恩我的主國, 感恩我的中東的, 這些阿英球這樣的國家, 還有其他幾個投資的國家, 還有其他給我的投資的國家, 我一定要, 把嚇害我的人, 和事兒, 求個公道公平出來, 這個, 郭文貴是不會有半點猶豫的, 郭文貴到了今天, 不會再有任何幻想, 當然了, 我沒有放棄, 追求任何讓我自由, 安全, 有尊嚴, 和正常生活的, 這種想法, 沒有全部放棄, 但是它已經不是我生命的主要目的, 接下來, 中國的各方面的腐敗, 金融領域, 房地產領域, 養老領域, 司法領域, 軍隊領域, 香港作為現在的洗錢制度, 犯罪制度, 性交易制度, 和對香港人民的欺壓和欺騙, 和在台灣部下的間諜客網, 和收買台商, 台民, 對在台灣部下的各種局, 和這些盜國賊們, 以打著國家的名義, 在美國, 在歐洲部下的間諜網, 情報網, 實際著維護著這些盜國賊們的個人利益, 和保護著情人的安全, 這些事情, 我一定會走下去的, 我相信, 會有無數個郭文貴會站出來, 我希望所有的村友們, 你們都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們都變成郭文貴, 這個世界會有多麼的美好, 我們有什麼做不到, 這些盜國賊們, 還會這樣欺壓我們家人, 就為所欺為嗎? 反過來說, 我們大家都閉嘴, 只動手指頭, 都弄嘴, 不去行動, 未來一年兩年三年, 這個網絡長城就會倒嗎? 你們的就會有更多錢, 更多尊嚴, 和讓家人有更多的安全感嗎? 不可能的, 還是那句話, 萬萬條的語言不如一個行動, 這就是文貴, 但我們大家一定要統一起來, 我們一定要為我們自己, 討一個公道的說法, 要回我們憲法, 賦予我們的各種權利, 權益, 這就是文貴要的, 我非常清楚, 現在有幾拨人在跟我談, 這幾拨人互相之間不通報, 各種許多, 但我清楚, 一旦郭文貴把嘴閉了, 答應了所有的條件, 等待我的只有一條路, 就是折擊暗殺, 那不是要閉嘴, 比活埋還可怕, 我必須和所有的推友們, 和正有正義追求感的人們站在一起, 我猜可能有未來, 可能, 但是幾乎渺茫, 幾乎渺茫, 但是, 這恰恰是我的力量, 這恰恰是我人生的價值, 我希望推友, 能把文貴說的話, 能認真的思考, 我不是在這搞網紅嗎? 我不是在這塊兒, 補眼球嗎? 我不是在這塊兒, 僅僅是抱石頭嗎? 大家聽到我剛才說的, 如果抱石頭我不走這條路, 我非常的堅定, 28年的準備, 不可能在28天28小時的停下來, 非常感謝所有的大陸推友們, 轉發微信, 昨天我說到了大概四次以上, 是楊丹和女士的, 這個在微信群裡邊的, 關於文貴的她的觀點和演講, 讓我非常之感動, 中國會有無數個楊丹和這樣的, 有水平, 有建立, 有正義, 有信仰的這樣的女士, 有很多這樣的人, 這些陰謹, 視頻在國內的廣泛傳播, 她就給我們很多人帶來正義, 我也相信上天會給我急, 上天會幫助我, 我相信神, 我相信上天, 我相信佛, 我相信祖, 一切主持人為我的上天的力量, 他們在幫我們, 這個時機到了, 咱們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最後的結果, 一定來自於上天, 明天是星期天, 文貴沒有直播視頻, 我再說一遍, 明天會直播視頻, 星期一, 因為我有一個重要的會, 沒有直播視頻, 我會發一個小狗狗的視頻, 或者說我說幾句話, 或發個推特, 不會再有直播視頻, 星期天, 星期一沒有直播視頻, 我只會發個短視頻報平安, 推友們你們也都休息休息, 咱們下週二, 正點時間八點鐘, 再播文貴報平安直播視頻, 今天本來要說的銀行, 幾個銀行的事情, 還有幾個銀行, 和這幾個官員家人, 之間的資金來往, 還有中國的幾個金融機構, 如何用貸款騙走錢的, 如何用這個一萬多億的這個不良貸款, 變成了垃圾貸款, 最後變成了, 所有一分不值騙走, 就沒了, 用這種辦法, 咱用銀行拿走一萬多個億, 這個我們的星期二見了, 衷心的希望, 所有的推友們身體健康, 家人平安, 開心, 如果你們有時間, 是文貴的推友, 請多多陪陪父母, 多多陪陪家人, 我告訴你們, 父母陪一天少一天, 家人只有在一起時間才是寶貴的, 不是錢, 也不是吃東西, 也不是衣服, 在一起是最美好的, 什麼都不用做, 都在一起, 這個世界上, 離了你都能活, 離了誰都能活, 但是家人在一起, 離了你, 真的是很痛苦, 另外, 有時間要鍛鍊身體, 不要再捉摸大喝酒, 這真的是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 推友們給我的關心和支持, 已經成為了我生命最主要的部分, 推特世界中有親情, 有溫暖, 有力量, 還有希望, 還有上天的神與我們同在,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